北加州拉森国家公园风景区,正中间有一条登山路线 天堂草原 它没有很大的名气,我们误打误撞 进入它的领域,发现真是一条有趣的登山道 选择这条路线,因为它比较短,仅有一点四麦 来回不到三麦,可以轻松的走完 这条登山步道公园路标,有标示 跟着路标上山,万无一丝 没有多久,一株高大的松树倒在路上 大树出大,挡柱去路,无法绕路,只能翻越 树干有半人高,大家互相帮忙,奋力爬上树杆 再翻身下来,走到半山腰,竟然出现一段冰雪之路 十指初夏,登山道竟然还有未荣之雪 夏日走冰雪路,真是大出意外 幸好我们都稀有登山帐,靠着登山帐,一步一步有惊无险地走过冰雪之路 山上多条小溪,哗啦哗啦的流踏 小溪上很多独木桥,好像十八乡宋里的独木桥 大家互相扶持,小心,谨慎度过一座座桥 雨往上走,水超深越来越大,走到岩石边,已经能看见 从山上融化的雪水已经溃流成溪,从山顶往下流 这段溪水,高度落差较大,近似瀑布 刚融化的雪水,极为清澈 我们坐在小瀑布旁休息,享受瀑布清凉水气 拿着水瓶,装了溪水,每个人都藏了,真是相平的渴望 山林间,已松树之多,老松树落下松树 就长出新的翠绿小松树 有棵老松树居然被虫腐蚀,一荡棵 巨树只剩下半尺残渣 虫子虽小,靠着团队加上时间 小虫子也能将大树杆,沁蚀殆尽 此外路边看到金色的菇,闪闪发亮 查看资料,这种菇非常毒,绝对不能食用 路边有很多绿色植物,甲鲁梨,一丛丛 像蔬菜一样,也是有毒植物 午间,我们在天堂草原野餐 竟然出现一只棕色小熊 远远望去,小熊非常可爱 像毛绒玩具 他低头,不停舔食 根本不理不睬观望的人们 更好看 更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